这是一个火的民族 这就是生活在中国西南 边东高原腹地石林遗族的一个知戏 撒尼人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火引领着撒尼人从蛮荒走向文明 除了众所周知的 以火崇拜为主要特征的遗族火把节外 甚至是撒尼男子身上 这件极富民族色彩的标志性服饰 也被称作火草挂子 当然 火草挂子作为保留到今天的 一种古老而罕见的 利用野草纺织而成的衣服 更是以其冬暖夏凉 带磨防雨淋 以及繁琐的制作工艺 成为撒尼人弥族珍贵的传家宝 撒尼仙民碎石取火 用火草作引燃物 火草由此得名 火草是一种每年六七月间 生长于山坡沟庆的草本植物 每株小草有四到五片叶子 火草叶呈尖毛状 草叶仅长十厘米左右 叶子的背面有一层白色的纤维 可以撕下形似棉纸 这就是制作火草挂子的原料 至今没有人真正考证过 撒尼仙民究竟是从何时起 用火草制衣 打开遗族民间叙事常识阿施马 也找不见关于火草的半点叙述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火草衣的出现 确实是撒尼人迈向文明的一个标志 专门从事遗族文化研究的 石林本土专家昂志玲介绍说 火草挂子在一语中读作朝曼挂子 包含了明亮、浪漫、美好、优美这些意思 那么 这集众多美妙形容词 于一身的火草挂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就让我们从火草挂子的制作工艺说起 随着时代的进步 今天石林一代制作火草挂子的撒尼人 已经不多了 在离石林县长二三十公里的玉湖村 我们找到了88岁高龄 至今仍在制作火草衣的毕老太太 毕家的制衣沿袭了传统工艺 前后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 最后在一次又一次去除存经的工作中 织成一件撒尼人钟爱的火草挂子 第一道工序是采集火草 找到一件火草挂子的原料 并非朝夕之工 火草生长期短 只有在每年的六七月份才是摘火草的最佳时机 而制作一件火草挂子 需要大约四五十公斤火草 往往一个人要跑遍九三十八庆 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采集到 采集回来的火草 要把其中的杂物弃掉 然后清洗 清洗干净的火草随后装进塑料袋中 五一到两天 使火草变软 便于下一步撕下背面那层关键的白色纤维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制作火草挂子的实质性的一步了 就是撕火草 撕火草是非常有技巧的 第一片火草撕下来的纤维的尾 要搭着第二片火草纤维的头 但是搭多了 线粗细不均 搭少了 线又容易拉断 这就要根据经验来衔接得恰到好处 这样一片接一片的丝 火草纤维就接成了一条长长的线 这就是用来织出火草挂子的线 为了保证火草挂子结实耐用 撕下来的火草线 要两股绕成一线 绕成团 由于撕火草的人不同 线的粗细和松紧就不一样 所以火草线还要在纺车上 进一步拉紧和调匀粗细 之后用纺车纺出来的线 又要拉开 充分晾晾 晾干后再次绕成线团备用 接下来的一道工序 撕尼人叫做排线 排线不单单是为织布做准备 更重要的是 确保排出来的线正好构支衣服 而不会有一丁点浪费 有意思的是 今天的撕尼人 依然传承了祖辈 用脚步来丈量的古老方式 排线以六个线团为一组 至于怎么丈量构作一件或几件衣服 似乎是撒尼人的传家秘诀 外人无从知晓 从采集火草到准备织布 这一系列工序是最繁琐 也是最耗实的 仅用难能可贵来形容 它也只是略表其一 而织后的织布和成衣 进场就明显加快了 织一件火草挂子的布 大概只需四五天时间就能完成 织好的火草布颜色微黄 撒尼人就用当地的白泥来洗涤 白泥成碱性 有漂白的作用 这也就是火草挂子 会越洗越白的原因所在 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裁剪和缝制了 只要将这种幅宽25公分左右的火草布 剪成长短一致的四块拼接起来 火草挂子就基本成型了 因为火草布来之不易 所以勤劳智慧的撒尼姑娘 会将衣领和袖口部分被裁剪下来的布再拿来做装饰小包 尽可能勿尽其用 为了紧跟时代的发展 这种古老的以劳作和取暖为目的的火草衣 今天被融入了更多的民族元素 比如居于遗族热情好客的八角花花边 表现图腾崇拜的牛图案等等都作为点缀 将这最古朴的火草挂子 变成了一件件极具收藏价值的精美艺术品 更神奇的是 这种火草挂子还具有防水功能 瞧 将同样大小的一块麻布和一块火草布同时置于水中 麻布很快就被水浸透 但火草布就像涂上了一层防水材料 一时半会儿都不会有水浸汁的感觉 从亘古而来 石灵撒尼人的火草挂子经历了一次次美丽的蜕变 功能变了 外观变了 甚至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火草挂子 很多都是用麻布取代火草做成的 但是 透过这些精伟编制的美丽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的 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勤劳与智慧 更是一个民族对美和美好生活 切而不舍地追求精神